大口大口吸着酸辣粉 就是对美食的最大赞美 一旦开始炖快 几乎停不下来 一口接一口 忠实顾客每一两周 就会来品尝着道地重庆滋味 我觉得它的食材蛮新鲜的 然后口感也很好 还有它的香辣跟麻辣 都很对我的味 因为台湾纯粒话 可能就不会有重视 它咻 但是它咬得烂 老板娘刚于寒选用台湾纯地瓜粉 耐心地揉制成粉浆 透过不断按压 让地瓜粉浆越来越浓稠 慢慢出现弹性 把粉浆放进特制漏勺 手握勺子的老板娘 不断拍打着手腕 让粉浆顺着里面孔洞 变成条状 流到热锅中 玩如瀑布般 煮个几分钟 我现在要给它冷却了 经过冷却之后 粉条变得更加Q弹 你看随便拿一条出来 你看它的一个Q弹度 不管怎么拉扯 粉条Q弹到不容易断裂 接着四川辣椒 四川花椒 酱油 蒜头 调成酱汁 粉条尽情吸收红彤彤的辣酱 铺满红烧肥肠 香菜 花生 酸豆 丰富了整碗酸辣粉 分条Q弹带劲 却又不会咬不断 肥肠入味又干净 汤头已几鼓熬制 能中和辣味 不会过于死咸 同时保有香辣滋味 让味蕾徜徉在四川的交香世界中 我们用纯在地台湾的 台湾57号的地瓜 做出来的粉 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厨房 把这个粉做成粉条 不想让粉条有任何甜甲物 所以高于涵不进口中国粉条 而是坚持用台湾地瓜粉 做出道地四川味道 来自重庆的他 出生川剧世家 从小跟父亲学习舞弹角色 不过爱小孩子的高于涵 完成学业之后 当起幼儿园老师 三十年前 因缘际会认识先生 驾到台湾高雄美农 因为两岸会有很大的一些文化差异 然后在语言上也不通 然后在饮食上也不习惯 然后在美农来讲 相对它是一个民风 非常淳朴的地方 也相对保守一些 所以对一些外来的 就不是这么的 就是友善跟包容 所以会时常会听到一些 就是不好的言语 但是我觉得既然来了一个地方 就应该要极快地去适应它 我也就去拜悦了台湾的历史 高于涵积极融入台湾 但在以前大陆籍配偶很难取得工作签证 直到二十年前 川剧雄厚功底 让他有了北上表演机会 我还客制化一些东西就是会 一些公司行号的尾牙或者是春酒 我会把董事长的脸或他们特定人物 需要要呈现出来的脸 我把它绘制成脸谱在脸上出现 当在脸上出现 不同的脸谱当是出现到是他们熟悉的人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哎呦这个梗太好了 虽然有丰厚的报酬 不过好景不长 在景气低迷时没有了表演机会 高于涵失业时 他想起自己曾在高雄美农开过面馆 决定再度踏入餐饮业 我就回重庆去拜师学艺 就是学做这个酸辣粉的分条 猪油炒冰糖 主要是让卤味能上糖色 而且冰糖不会过于死甜 橘红色的糖跟水融合 目的是停止糖化 再倒入乳汁中 加入20多种 包括茴香八角等等香料 细火慢炖 眼见时机成熟 猪耳牛肚牛舌起锅 一刀片下猪耳 跟海带炉锅其他配料 淋上特制酱汁 撒干辣椒粉 这道四川道地乳味 如何不少人放心 猪耳朵脆口弹牙 辣椒粉厚劲的麻香 彻底贡献味蕾 能这么入味的秘诀 在于香料磨成粉状 干脆把你磨成粉 让你完全溶解在汤里面 然后我们也不用那些什么 一些茶包来把它包起来 丢到里面去 就完全让它散发出来 散开来在汤里面 呈现它完全的香味 自己配方的面条 牛肚 牛筋跟牛骨熬煮的高汤 少不了四川的红烧酱汁 勾起了整碗牛肉面的灵魂 面条吸满汤汁精华 牛肉又大又嫩 牛肚紧实 越嚼越香 浓郁汤头 鲜醇甘甜 我觉得它牛肉卤的还蛮入味的 是真的 然后对 然后还有 算有胶质吧 我因为有时候会有吃到里面 有那个胶质的感觉 我们在四川吃到的面的话 它的牛肉可能这一块就是整碗的料了 我把它改良之后就变成是 我们要用台湾吃到这么澎湃的牛肉 一块一块的牛肉 然后再试用四川的方式做出来 每年九月 高于晗会回到重庆采买辣椒 把正宗四川味道延续下去 就像他人生故事 脸谱食谱 共谱川味江湖 台湾食材变炼成重庆家乡味